蓝色货车撞断快速道路中央分隔岛护栏 整辆车冲撞进分隔岛内 车体已经严重变形 驾驶还从车内衰落出来 救护车赶到现场 货车驾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警消赶紧现场急救 再把人送往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抢救 但他仍被宣告伤众不治 意外地点在台78线云林东西向快速道路骨坑路段 警方调查19号傍晚5点多 小货车西行接近39.6公里处 后方一辆黑车 驾驶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 撞上了小货车右后方 导致货车瞬间失控 冲进中央分隔岛内的树丛 撞击力道太大 货车驾驶还被抛飞车外 斗南警分局交融小队调查 被撞的货车驾驶49岁蔡星男子 是一名环保回收业者 当时从斗六工业区要返回嘉义住处 却遇上车祸身亡 而赵氏的黑车驾驶是一名45岁理性男子 没有受伤 但他疑似行车 未注意车前状况酿货 双方驾驶都没有喝酒 赵氏的确切原因还在调查理清 TVBS新闻张宠敏 苏泰影红彩轮云林 采缝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